Hello 大家好 我是卓卓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卓卓小世界 这是卓卓小世界的第一期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聊的是 你们认为的服装设计师 然后顺便聊一下服装设计师的工作了程 下面我们从服装设计师的衣着来谈一下 年龄小一点的设计师可能会更加注重很大 就是从设计工作两三年左右到五六年的设计师 可能会更加注重很大一点 穿衣服会比较潮啊 比较有特点 更加的是注意自己的妆容啊 服装搭配啊这一方面 然后的话年龄稍微长一点的设计师的话 可能更加注重于气质这一方面 就没有那么注重打扮啊 为什么我用年龄来判断一个设计师 因为我们设计师也是普通的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我们也会节目四个字 然后到了这个过程可能很多时间 除了工作之外也会分一部分时间出去给家庭这样子 所以就说年龄稍长一点的设计师就不会说有那么多时间去打扮自己 然后自己的经历的话更多的是花在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上面了 下面我要讲一下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工作流传 第一个的话我们会收集上一个季度 卖得好的元素 滑形 扩形 颜色 细节等等 然后根据我们的需要 然后去加以进行改造 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会收集一些 这些每个季度新的流行元素 然后我们还会收集一下新一季度的流行元素 流行元素的话我们还会有扩形啊 流行颜色啊 细节等等 一般的话是会去看一些秀场 大牌的秀场 最主要的话我们是通过一些网站去收集这些资料 补装公司的话他们都会供一个收费网站 上面就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资料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 然后去做这些资料的收集 还有就是我们会去逛市场 好一点的公司的话就是好一点的企业公司 他可以就是提供大给设计师去国外的市场 就是我们去国外市场去逛 然后收集一些黄色面料 扩形那些还是细节那些 但基本上好一点的公司的话可能 在广州的话基本都是去韩国啊日本 还会好一点的话可能会去到欧洲 欧洲那边的国家那样子 如果公司没有那么多的经费的话 可能就在广州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我平时会逛的一些 批发市场就是十三行白马贵美红棉 UUS这几个去逛一下 然后还会逛一下天河那边天河城那边政家那边 基本上关于我工作范围的四指导的一些区域我都会去看 然后的话还可能会拜访一下重点的客户那边的区域 他们那边的需求生活情况包括一些什么他们那边的身材 比如说我们说的东北那边它是都是比较高颗一点的嘛 然后定的size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大马啊 讲到那里可能就那样子 然后西南地区的话四川啊成都那边重庆那边的话 更多的可能就是SXSM就是这些嘛 所以我们还会了解到他们整个穿衣的 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穿衣风格和他们的需求这样子 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还会去逛一下面料 面料的话我们可以会去看一些面料展会 比如说上海展会真正的展会 可以有一些新的元素还有面料啊那些 然后在这的话我们就是最多的话就会去逛面料市场 广州这边的话就是中大 中大青板城长江九州新长江旧长江小红那些风那些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都会逛一遍 因为有时候基本上找新面料的话可能一天我会逛五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又去逛市场的话又四五个小时 其实设计师的工作它是很繁琐的 做衣服的都是很繁琐 包括面料服料各种各种小部件各种小零件这样子的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行量 因为基本上又走那么多个小时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穿很高的鞋子 如果是那个坡跟的啊就尽量选择舒服一点的鞋子 然后我们收集了这些讯息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出一个企划 有些公司它需要详细的企划 有些公司它的企划就会做的比较随便一点 那就是根据各个公司的需要自己去做企划去做调整 一般企划的话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也是我刚才讲的几个点 就是也是我刚才讲的几个点 然后包括我们的系列主题 然后我们的主色啊辐色啊点缀色这些 面料品类最重要的话还是搭配 我重点讲一下这个搭配 因为搭配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销售领带率嘛 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营业额 最近就是我发觉这几年的话 搭配的话就是你搭配的好 搭配的出色的话你的整个店面的生意啊 或者是销售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一年有很多博主啊或者是服装秀啊 他都会有一些别出型材的搭配 就每年他都会有流行一些搭配 我们这些搭配可能有些搭配就会比较另类 比较怎么说呢 更吵一点或者是他搭配会更偏向于什么很时尚 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接受不了需要时间 但是我们所需服装他所需要的起到的作用是引领的作用 引领时尚 而不是说普通人还要落后 我们要引领这种时尚 所以为什么说搭配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销售啊利润这样子 我们一般会留意一下今年最有限的搭配 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卓卓记得帮助我